这个小丑要抢银豪 谁知跑到门口 保安大爷就说要下班了 明天再来吧 只见小丑一脚顶住门 亮出手枪就要打劫 保安这一看 哎呦 我爱死上班了 快进来坐坐吧 小丑一进到银豪 就亮出了自己身上那一大款炸药 保安瞬间吓傻 赶紧把自己的左轮送给了他 接着小丑走进大堂 他大声喊着自己要抢劫 可在场的没一个人理他 他都猛 又让保安帮自己回忆 但所有人听了都只是笑了笑 根本没当一回事 小丑受不了 直接就老天花板开了几枪 这才让大伙配合起来 他命令所有人都保持安静 大声哭得不行 在那大喘气的狗狗也不行 接着小丑让桂园装钱 但旁边的男人却说这是自己的钱 小丑这一听 凭借着道义有道 他让桂园赶紧给男人一份收据 来证明对方的钱是给抢走的 然而这时 经理悄悄按下按钮 把警方都叫了过来 小丑见这次行动变五颗星 连忙把众人关进金库锁起来 并让经理利用银行电话通知警方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但此时的银行外头 已经布满了狙击手与地面部队 就连群众都一窝蜂地跑来吃瓜 更离谱的是 有的商贩嗅到商机 瞬间就在银行摆起了路边摊 提供最佳的观影服务 接着小丑为了阻止警方查看银行内部 对着摄像头就是连开竖枪 但怎么都打不中 没办法 他又拿出保安送的佐渡 结果一天就中 这时警察大队长打来电话想要谈判 小丑则提出条件 让他们送来一架直升机 一辆摩托加一辆巴士 还有一辆怪兽卡车 每送来一次 他就会看心情释放相应的人质数 大队长只好答应 没一会就派来了直升机 接着小丑走进金库挑选人质 只见一个男人害怕的开始疯狂喷射 大伙一闻这酸爽的味道 赶紧将气推了出去 没过多久 摩托和巴士也来了 这个小丑来到银行打劫 将仁智全都关在了金库 现在他要挑选新的人质送出去 银行经理则主动走了上来 说要把自己价值5000万的手表送给他 而且全球限量还带卫星定位加18k重金 谁知这小丑很有原则 这要是收了 就等于欠了的大人情 于是他提议进行拍卖 朝着众人喊着快来竞拍 见没人回应 小丑就这样只花了300美套 就收获了这款名表 结果他略过经理 走到了这金发美女面前 可对方上来就骂他是投猪 气得小丑把身上的炸药全亮了出来 仁智这一看 赶紧让他把金发女送出去 但万万没想到 等警方接下人之后 金发女身边还多了个男人 仔细看他的脸 其实就是小丑本尊 趁着警方没注意 金发女摸向他耳后 把剩下粉底全都摸走 没错 这两人其实就是同伙 等他们被送走了 怪兽卡车也来了 但大队长这边 却怎么都打不通小丑的电话 因为他和金发女 已经跑去和另一个同伙大傻会合了 而小丑为了拖延时间 又打给大队长想提心的条件 谁知一旁的大傻 一不小心就暗响了车喇叭 小丑慌得赶紧挂断 大队长也察觉到了状况不对 立马派出部队突进银行 等他走进去一看 小丑早已不见人影 而此时三个逃犯想去机场逃出国 但他们完全不认为 路人不仅一问三不知 就连路牌都成了转牌 就在三人陷入迷茫时 正好撞见一个男人带有地图 可万万没想到 这人居然也是个亡命之徒 上来就要抢钱 好在小丑把银行的钱塞到库场 钱包只留了四块钱 劫匪都傻了 最后就只把他们放满衣服的行李箱给抢走了 没办法 三人只能先回公寓换衣服 但这时出意外了 大楼忽然着火 车子却挡住了消防栓 消防员只好强行破窗 结果车子一滑 消防员怎么拦都拦不住 眼睁睁看着车子滑到路边 坠入了水溝 三个逃犯傻眼了 这下可该怎么逃去机场啊 他们只好跑去路边打车 但司机却是个外国人 根本不知道三人要去哪里 搞得本来就不聪明的大傻 误以为对方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吓得直接跳下了车 结果没有把握住 硬是撞到报刊停晕了过去 等俩同伙叫醒他 真警察则接到消息赶了过来 三人只好找地方躲 结果却闯进了毒贩窝里 好饭小丑赶紧冷静下来 谎称自己是来讨债的 谁知这窝毒贩还真欠了钱 立马相信他们是派来收债的 亲手就把债款交给了三人 接着他们走上机场巴士 但身上只有一百块整钱 司机压根就不收 非得让他们跑去换零钱才能上车 没办法 小丑只好当着警察的面溜进便利店 可前面这阿姨实在是磨蹭 司机掐着表都要等不了了 谁知这时 真正的债主来了 他一听自己的钱给卷跑 气得就把毒贩打了出门 此时小丑刚跑回来 就被毒贩发现 债主连忙追上去 却被警察误以为是早上抢银行的逃犯 成了三人的替罪羊 而这三个逃犯 就这样坐上巴士 成功抵达机场 可警察那边也发现抓错了人 他们根据线索摸查 这才姗姗来迟赶到机场 等三逃犯进到飞机 警察大队长也赶不过来 谁知旁边的乘客 却忽然抓住自己的情人当人质 原来他是毒贩老大 刚想着潜逃出国 大队长以为他就是小丑 立马掐起了架 小丑和大傻见状也上去帮忙 老大见手枪掉在地上想着去捡 却被刚上完厕所的金发女一开门 就给拍晕了 最后 大队长想要感谢小丑这热心事命 便让对方留下姓名住址 到时会送个大红花过去 小丑歪嘴一笑 俺叫九克 就这样 警察成功破案 三逃犯就此逃脱 谁知事后大队长仔细一想 九克 周克尔 小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两男一女三逃犯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